好 我們今天真的是洗敵三部曲 現在還有洗敵內閣 來替賴清德來洗敵大家 我們剛剛講到了 洗敵玩了統神巧心韓國瑜 現在因為賴清德他本身 支持度大概只有40% 你要講說是不是 主內閣找不到人 結果今天有一個報導告訴大家 才不是找不到人呢 他找的都是一個來自神秘讀書會的人 神秘的讀書會是來自什麼呢 他說賴清德有政治潔癖 黨內很多人認為他沒朋友 沒想到他這些年 在沉淺的這段期間 跟產業界人士有定期往來 特別是科技 電子業 都有定期跟他像是讀書會 一般這樣子的一個聚會 所以他跟這些產業界人士 包含了新境界 讀書會 產業界的朋友 其實非常多都在這一次 進入到了內閣團隊當中 人家講說 人家網友聽完之後說 感覺很像周楚楚三害裡面的 這個尊者 我要洗敵每一個人的人心 讓他們知道 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 我說一句你跟著說一句嗎 然後這些讀書會的人 就一起來到了我們的政府團隊當中 人家聽完就色色發抖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了 這一個王滬威委員他就在講 依照其實你民進黨過去在 黑這個郭台銘的標準 以前不是王定宇會出來講嗎 郭董都乖乖身影了 當然就輕輕放下 算是給中共乖寶寶貼紙吧 都要講得說好像他最大的市場 都在中國大陸 他說依照你過去在黑郭董的方式 請問這一位郭董 就是崇岳集團的郭志輝 是不是也是北京的人質呢 你以前也是這樣在形容嗎 因為他在中國大陸這邊 其實有12個地點都有設場 難道他也是你們講的 紅色資本家嗎 所以他說民進黨發言人 去年在大選期間曾經酸 其實中國才是 紅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郭台銘是北京在地球上最大的人質 王定宇你也是這樣子攻擊過 但是為什麼現在賴清德 卻放心把經濟部長的位置 交給有類似這樣子的背景 也在中國大陸投資人 不是說不行嗎 依照你們民進黨的標準說 是不行的嗎 那為什麼這一回 還可以掌管經濟的大位呢 所以這是很矛盾的 就是要提醒他們 又是一個綠能你不能嗎 那我們看一下 現在郭志輝他們講說 沒有喔他不一樣喔 他已經辭掉了所有 從業界集團的所有的職務了 那可是當初郭台銘辭掉 紅海董事長不是也是同樣的意思嗎 所以人家講說 反正這就是賴清德士的標準 那再來大家在網路上面 PTT討論的就是我們 前一天才提到 我們差一點要大斷電 結果後來幸好台積電 減少他們用電 我們才躲過一劫嘛 但是沒想到昨天 桃園一天三停電 也讓PTT的鄉民也炸鍋了 大家在這個PTT上面瘋狂發文 就說台灣怎麼一直在停電啊 還說有沒有一種可能 就是根本沒有停電 大家就開始要催眠自己 要相信這是台灣價值 那接下來如果郭志輝擔任經長的話 他可能就是要來拆這個蛋 停電的這個炸彈 現在還沒到夏季就已經停成這樣 接下來他要會怎麼做呢 那我們看一下 還有陳經德也是有爭議喔 因為大家知道過去陳經德 是被彈劾的事情嘛 那王鴻威講說 那你現在就可以來提告 因為他講說 這個事情他要來提告 就是你們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這樣子來講我呢 就講說國民黨 你們不可以這樣子來說我 可是問題是國民黨 哪一件事情說的 不是依據過去發生的事情呢 你就還沒有上任 就已經要先告人了 而且NCC現在也被人家發現說 他的這個前任的這個委員 蕭麒紅竟然擔任 詐騙集團的門神 在他卸任之後 不是應該有旋轉門條款嗎 怎麼會跑去這樣子的 二級電信業者 二類電信業者擔任顧問 而且是這種涉及詐騙的 這個林地檢署呢 是林地檢署喔 破獲了車手集團製作的 黑莓卡還有比特卡 這些漫遊國內網卡喔 那他們其實有獲取暴力 到高達6.3億元 沒想到顧問竟然是來自NCC喔 那NCC後來就發出聲明 就講說很震驚高度遺憾 那也會配合檢調調查 誤網誤縱 但人家覺得莫名其妙 你怎麼是事後才在那邊說遺憾呢 你這不是應該有旋轉門條款 你應該是要充分的掌握 而不是被人家揭露出來之後才說 欸怎麼會這樣好遺憾喔 就覺得整個螺絲都鬆了 那我們看一下 當時呢 就是是不是他的這個做法就是 欸遇到什麼事情就告人 也是從NCC來的嘛 因為NCC當初對決中天的時候啊 也是好像這個爛送費高達一千多億 反正就是跟中天中時集團一直在那邊 欸告來告去不斷上訴啊 錢就花我們人民納稅的錢嘛 也沒差 反正這是一個官員的習性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這個順風哥 怎麼看這個賴清德的洗敵內閣 壞了你這個給的信息實在是太多了 這講都講不完 竹環不及備宅 就這樣子啊 這是那個什麼銷什麼委員的那個 反正就是他講別人的時候都一套了 自己是骯髒勒大糊塗 陳清德這個標準的惡人先告狀 這個講完之後 我們好好來談一下賴清德的事情 簡單的這樣講 第一個民進黨應該先站出來 如何評價郭新輝來擔任經濟部長 這很重要 民進黨用什麼態度來看 你認為這樣很好 那台商大家就安心 那這樣很好 這樣有問題 那你應該去跟賴清德說 第一個我覺得民進黨應該要表態 還有一天到晚在節目上表態的 收東到西的很多人也表個態一下 就是我認為很想聽聽的 聽不到你們就是鬧腫 第二個賴清德也應該向社會說明一下 為什麼我要用一個 能夠在大陸有這麼大的部級 跟投資的人來當經濟部長 我想社會也很想知道這個答案 不要蒙過去 第三個 郭董也應該向社會來說一下 我在中國大陸部級這麼多 跟民進黨基本上是不太同調的 但是我為什麼 我還是願意要來當這個 台獨務實工作者的政府的經濟部長 我覺得我們社會不能分 大家要把它給講一下清楚一下 不能這樣子大家就蒙過去 然後我們就來再看一個 就是這個讀書會 假如真的這樣子 然後有這些人 拍拖黨派的色彩來說 我認為是給他肯定 因為至少沒有被民進黨綁住 這都是可以肯定 但是下面一句話 才是我們要面對真正的重點 自由是要付代價的 我們聽到到幾千句 聽到大陸部帶著你知道嗎 什麼叫自由付代價 還記得吧 民進黨你們在當時當黨外的時候 攻擊國民黨這也不就是一個講法嗎 那就是什麼 因為要反共 要防止共產黨的滲透 我們才想有自由民主 在這個情況下多少人被抓 民進黨你們當時抗議的是什麼 自由要付代價就是不可以被滲透 要堅持的反共 因為只有在反共 反中 然後避免被共產黨滲透 我們才擁有自由 所以任何的人通通都要被戴上帽子的 這叫自由的代價 是不是 我聽到了 好像一夜醒來回到 戒嚴前你知道嗎 一夜醒來就是變成戒嚴的時代了 民進黨也好 賴清德也好 這句話是要交代清楚 否則我們生活在恐怖中 好 來 溫淑慧 我們看到那個崇岳這家公司 在4月10號的時候發了一個公告 說郭志輝股票全數轉讓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賴清德這個人士 應該是4月初的時候就已經跟郭志輝講好 但是他把他的股票全數轉讓 是轉讓給誰呢 轉讓給他的兒子 所以換湯不換藥 而且全數轉讓還有一個好處是 郭志輝的財產申報 就不必再申報這些財產了 只是轉給了他的兒子 這個手法跟誰一模一樣呢 就跟賴清德一樣 賴清德把他那個周儲有沒有 那個周儲 轉讓給了他的兒子之後 賴提良轉讓給他 從此他就不用申報 所以也沒人發現他又蓋了又蓋了又蓋了 兩個手法是一模一樣 這次賴清德的內閣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大家說的七成不是民進黨的 第二個特色七成大家不認識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不認識就沒有仇恨感 過去民進黨八年執政的仇恨感 已經非常高了 才讓賴清德去年選得這麼辛苦 所以找七成你都不認識 仇恨感就會降低 大家想說這項這項 仇恨感就比較低 那為什麼七成不認識 七成不是民進黨呢 這個就是清德的復仇了 因為過去2020年賴清德跟蔡英文的初選 民進黨裡面七成都是支持蔡英文的 所以現在蔡英文賴清德好不容易當家了 我好好的跟你們洗敵人心一下 不只洗敵民進黨以外 民進黨內部也要來一次大清洗 過去2020年你們沒有支持我的 現在我要好好跟你們算一次賬 這一波的內閣沒有你們的份了 2020年這些人 你們現在給我先進冷凍庫裡面去 好好面壁思過 所以大家看到第一波的這個內閣 包括卓榮太就叫做清德的報恩 那時候他是代理黨主席 民進黨內唯一對賴清德釋出善意的 那鄭文燦為什麼沒有呢 除了可能還有影片之外 最主要是當年鄭文燦也是新潮流 可是居然倒戈到蔡英文那邊去了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內閣 外界的人又獨又老 其實沒有 就是完全展現賴清德的風格 有恩報恩 有仇報仇 蜘蛛必叫 洗滌了全台 董哥 其實賴清德他在跟蔡英文選 黨內出選他講過兩件事情 就是他嘴巴自己講出來的 第一件請蔡總統不要用網金攻擊我 表示民進黨蔡英文 他們是有很厲害的網金 第二件他講什麼 就是說你用國安單位來盯我 就國安單位被他類為怎麼樣 因為他找吳乃仁幫他插烏盤 找了八個立委 他們偷偷在一個聚會就被他們找 蔡英文陣營馬上找那個媒體去跟監 然後把他曝光了 這些人很慘 包括劉士方 那時候都很慘 所以劉士方這次沒有選 他選擇賴清德當選我就入閣 那我們為什麼講這麼多 跟大陸有關呢 其實想得很感慨 因為大陸這本來前幾年 政府實在執政是很好 他們弄太陽花弄什麼 你知道周楚除山賴 在大陸賺了30億 裡面的人就是太陽花了 太陽花的人在大陸賺錢 那他們每天 我最討厭就他們嘴巴 還要去講別人在賣台 在親中 其實就民進黨最讓人家討厭 就這樣 我們不是說 我們針對郭志輝有什麼意見 不是 我們歡迎大家都去 中國大陸是我們的一塊 可以賺錢的地方 跟美國跟東南亞一樣 你兜了一個選擇 那我們有這個選擇的好處在哪裡 因為我們語言是相通的 風俗習慣相通 我們吃的口味是一樣的 對我們來講 對台灣人來講 他的便利性比較充足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 有不適應的問題 我們很適應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有利的 我們自己 像我們家人後那個 也沒有人在做生意 也沒有人在大陸做生意 但我覺得說 你有這樣的機會 就是一個執政者必須給別人的 不要洗滴人心 奉獻賴清德給你 這個字 一求靈藥偷黃骨 先挽天河洗淑情 這是路放風 路由的詩 那我覺得說 你今天如果上任 你過去被蔡英文用國安 用網金攻擊你的話 你現在雖然少出了選票 但是你其實可以 好好的答應